新红收割者英雄特性玩法 介绍 随着上单坦克联盟的再度回归 新红收割者弗拉基尼尔近几个版本也开始回归上路 防御镀层机制 让吸血鬼争取到了更多的发育时间 行妾欲昭流发育的出现 更使让吸血鬼在面对毫无威胁的坦克英雄时 可以再兑现其积累巨额的经济优势 其合玩法的百花齐放 同样让吸血鬼无论面对何种英雄都可以有着不错的表现 那么如何玩好这个版本的上单吸血鬼呢 让我来为各位细细解析 三重符文弗拉基米尔玩法解析技能升级顺序推荐 2Q-1R.R召唤石技能推荐 符文推荐一偷钱发育流 这套符文在面对对吸血鬼毫无威胁的赛恩石头人等英雄的时候十分好用 吸血鬼可以利用射程优势 疯狂触发行窃宇宙 进而在对现其积累起巨额的经济优势 大大缩短发育时间 苗表加小兵去制气 更使让吸血鬼可以最大化飞现与自保能力 副系选择巫术系的迅捷和胶着 即可属性碎片选择二法强一解两半爱黎消耗力 这套符文进攻性十足爱黎配和胶着 可以给予吸血鬼对现其可观的消耗能力 无论是凭A还是TU技能都可以给予敌人烦不胜烦的消耗 副系选择主宰的血池滋味和贪欲猎手 来最大化吸血鬼的回复 来让吸血鬼拥有更强的换血能力即可 属性碎片选择二法强一血量三项为风振留 在面对重装战士英雄例如落手盖能的时候 项尾猛冲可以帮助吸血鬼轻松封用这些敌人 配合迅捷每一波小爆发都是一波小鸡跑 最后记得点风暴聚集来最大化中后期伤害迪克 副系可以选择起极细的鞋子和星界洞悉 整体较为偏向发育 属性碎片选择一冷却缩减一把强一血量装备推荐 上肝吸血鬼第一个大剑强烈推荐选择推推荐 这件装备既可以帮助吸血鬼推荐 也可以帮助吸血鬼打出更高的爆发 甚至用力走影 平滑的合成路线与血量加成都是上班吸血鬼所必须的强烈推荐首出 之后推荐选择金身金身配合W技能 可以给予吸血鬼极为可观的生存能力 鞋子选择水银鞋说 这CD鞋都可以之后可以复法保住 配合迅捷可以给予吸血鬼堪比急跑的移速 加成追击能力十分爆炸 最后做出鬼畜和大帽子 来最大化吸血鬼的中后期伤害即可 对线斯路弗拉基尼尔前期对线 只要保证稳健发育 不被单杀等待核心装备成型即可 前中期吸血鬼的 一定要掌握好红木Q的消耗能力 红木Q爆发的移速加成与伤害利用好 绝对是消耗神技 异技能力的减速 也是吸血鬼推陷和封着敌人的神技 只要W不交 那么吸血鬼也绝对不是打野最好的选择吸血鬼 在面对当前版本较为热门得到武器 剑击和阿卡利的时候 胜率 较力可观吸血鬼W技能十分克制武器 和阿卡利等单突进英雄 吸血鬼可以利用W技能躲过致命爆发后 实际利用射程优势风筝反打即可 可以通过较为简单的操作轻松 Gutter这些热门英雄吸血鬼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后期英雄 被动的存在 让吸血鬼在装备成型后拥有爆炸伤害的同时 还有这极高的血量 身为法坦可以说 能抗能打三十分钟后 胜率极为变态 因此各位吸血鬼玩家 前中期局势劣势一定不要放弃猥琐发育中后期绝对有翻盘的机会 团战思路吸血鬼团战的核心思路 就是骗出敌方的技能的同时 打出尽可能多的AOE伤害 开启副法宝珠或者直接闪现R尽可能多的敌人后 WE二连配合推推先手 打出第一波爆发 之后 起身吸收伤害配合金身拱活道大招结束 此时吸血鬼可以瞬间通过大招巨额的血量 进而继续打出第二波伤害即可 进阶技巧EE闪吸血鬼的基础技巧E 在蓄力过程中是可以闪现的 不过 要切记闪现的时候 不要松开E技能 否则 会很尴尬二老链吸血鬼的W 不光是防御技能 同时也是进攻技能 并不低的伤害与夸张的减速 让W技能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帮助吸血鬼 留住敌人或者补足伤害 一定不要学会充分利用起来 3QA秒EE技能 不光可以蓄力秒E打光速爆发也是可以的 思路一定不要死板QA秒E的爆发伤害 其实也是十分可观的